美鳥民眾吃鹹肥油 要減量的出現 這個烙塞 蓋油煙的排程頭 現在各位員研究出來的 奈米的新技術 說可以減輕鹹肥油煙的問題 因為生活和吃時的習慣改變 民眾 胖的問題也在增加 美鳥民眾會吃鹹肥的油煙來輔助 不過因為市民上 限於油脂吸收的鹹肥油 這些成分才會造成糟糕 這就是臺邊有油的成縣頂頂的副作用 降給油的效果 國務員研究團隊 在研究當中發現說 開發幾年中空洞奶米球 MSNS 吃了以後 才會有比較大的比率 從體力跟臺邊做的排出來 可以幫助調控油質在油的吸收 減少目前減肥油的副作用 他中間有非常多的這個奈米的隧道 孔洞 是他表面積非常大 那他這個油脂呢 基本上是比較以吸附 一種物理作用的這種方式 然後吸附上去 研究團隊表示 這些鹹肥油的副作用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這些成分 裡面有奧利是他 用來真正做季風味的 抹制這個 降給在微量油脂的 降溉作用 還有帶來的吸收 讓沒有辦法降溉的油脂 為大檔排出鐵瓜 作成招牌 那如果中空洞奶米石油 MSNS 表面積大 在這裡有很多奶米的空 除了高比率 為帶來跟臺邊做的排出來 還可以吸收和固化油脂 是很安全 分開使用可能會稍微比較傾向於食品 健康食品類 等待你如果結合在一起的話 他雖然算是一個藥物 但是他屬於特色藥 研究團隊表示 目前這個創新的技術 已經在到美國跟後面 重點幾個國的轉移 暗算後禮拜就會轉去既轉 今年都完全漲散 最近明年第三個第四個 進行人體的試驗 未來中空洞奶米石油 除了可以動作健康食品 配奧利斯塔來使用 也可以跟奧利斯塔 結合做一顆 吃做新鮮 有得吃的藥物 繼續中學報道